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早上顺利进行候选人提名程序 一共迎来三角战 经过三名候选人进行抽签之后 选票排序为代表国盟的Kasim Samad 以汽车标志出战的独立人士Hazri 以及代表西盟的Amiusha 三名候选人进入十四天的竞选期 投票日为十月七号 本来周一席总选民人数共有一万六千四百五十六人 其中乌一占一万两千零二十一或百分之七十三 华裔有两千九百九十三人或百分之十八 印议共九百二十九人或百分之六 及其他选民五百一十三人或百分之三 来自巫统的西盟候选人Amiusha 为首名提名提交文件提名者 接着是来自一党的国盟候选Kasim Samad提名 独立人士Hazri在九点二十分完成提名 意味着截止提名截至之前 共有三人成交提名表格 这三名候选人都是Blanai道地人 三十六岁的Hazri是一名商人 五十岁的Amiusha也是一名商人 六十二岁的Kasim Samad则是一名退休老师 首相Dr.Sri Anwar在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 发表国家声明 他表示世界多国连续发生焚烧可兰金事件 明显是伊斯兰教恐惧症的行为 旨在煽动仇恨 我们是在剩下的运动仇恨的练乱 被则承了成为了尊与 和沙迹的检查作为了尊与的積丽 这些被则承了在一个创估的欺负 在依照和状态的则扰 在罗子和尊与的贝负 我们被则承了 因此则承了 在罗子之下的则承了 罗子的则承了 是什么只则承了 一个则承了 以所想的受则承的 在吓长的理论 他指出 国际社会面对这类公然挑衅宗教的行径 不为所动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并向人们发出了危险的讯号 他表示 世界应该体现接纳 宽容和相互尊重的价值观 促进跨文化 文明及宗教的理解与合作 并认为 大家必须把信仰团结在共同事业上 以促进各国人民间的理解和善意 加强各国间的和平及和谐 首相在星期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都强力谴责焚烧可兰金 及煽动针对穆斯林仇恨言论的行为 首相达州区安多瓦促请发达国家 履行每年一千亿美元气候援助的承诺 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在于气候方面的努力 同时应该意识到 该承诺若干未来之后 可能需要提升至数兆美元才可行 首相表示 科学家已经证实世界经历史上最炎热夏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宣布 气候已经开始崩溃 安多瓦也是财政部长 他在星期五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 发表国家声明做出有关的呼吁 他说大马正通过制定低碳及再生能源的路线图 来实施缓解及适应策略来为此尽一份力 再推出新的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应该有助于大家实现国家自主贡献 并为实践禁领排放目标指明道路 他强调在缺乏公平公正协助和付权于各国 采取更大气候行动的必要手段之下 关于气候方面的努力终将沦为徒劳无功的探讨而已 作为每个国家实现全球整体气候目标责任的一部分 马来西亚修订了国家自主贡献 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于2005年的水平相比将减少45% 而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努力 已经纳入第十二个大马计划 和二零二二年至二零四零年国家能源政策当中 首相达德须安诺在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 发表国家声明 他表示世界各国都有责任 为明天塑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首相表示 我国相信通过世界各国的信任和不断强化的多边主义 实现这个目标 世界和未来我们的未来 首相提及可视昌明大马为一个宏愿 并以善举 尊重 信心 创造力 繁荣及永续 六个价值为基础来营造 兰额以沙举 尤其语 尾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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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一年 尾一年 尾一年 的堆寰 我们承计 首相表示 我国对联合国与多边体系的承诺 是基于坚定的信念 也就是无论大小 穷富 强弱的所有国家 都有共同创造美好世界的责任 针对土团党副总裁 Dato Razee和另外一个人 对首相Dato Shianwar做出的诬告言论 两所穆斯林非政府组织 也就是大马全国穆斯林学省协会 及大马穆斯林青年运动 呼吁联邦直辖区宗教局 调查有关事件 大马全国穆斯林学省协会主席 安马 Farhan认为 上述两人的行为不妥当 因为诬告罪在伊斯兰当中 是非常严重且错误的 大马穆斯林青年运动 大马全国穆斯林学省协会主席 不超过五千令吉或监禁不超过三年 或两者监斯 为了促进国人团结 国家团结部透过虚拟博物馆游览 让国人有机会参观全国各地的博物馆 进而让博物馆人民化 透过了解国家历史 加强国民团结 国家团结部秘书长 Dr Norida指出 该部通过博物馆 文物局及图书馆 向国人推广历史 提升国人对国家历史的了解 且提高爱国意识 Norida是在汉度亚博物馆 为博物馆过夜活动主持仪式后 这么表示 来自马六甲七所中学的 两百零三名学生 参加了该活动 下期六甲参加了解国家团结局 博物馆佟 我帮我 比较在这一些 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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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种训练了解公内的 国家券巴 Norita指出,当局将与各方加强合作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博物馆过夜计划 同时表示,有关活动的参与人数逐年增加 直到疫情前的2019年,已经有150间学校 派出3209名学生参与 配合2023年佛罗交易角车赛 霹雳州多个地区将在9月25号至27号进行封路 道路使用者受促提前规划好行程 并使用交替道路前往目的地 同时遵守交警的指示 霹雳州总警长达特·姆哈曼·Yessary发文告指出 有关角车赛第三阶段于25号 从吉兰丹日里开始,终点为击打花林 这期间将经过霹雳以利,全程长183.1公里 他指出,在26号的第四阶段 从槟城大山脚至宜保美路拉野 沿途将涉及吉典、太平、江沙、河丰及宜保区 全程长140.2公里 27号第五阶段 从霹雳士林河至彭亨基马轮 涉及穆亚林 全程长126.4公里 他表示,所有重型车辆不可在赛事的路段通行 警方及陆路交通局执法人员 将在有关地点开设交替道路 同时,所有车辆不可在赛事道路的两旁路间停车 避免发生不愉快事件 也不可进入赛事的所有主要车道及道路 他续说,交警将负责设置脚车赛道路及交替道路 直到所有参赛者完成穿行 在所属线属的赛事完成之后 警方将重新开放道路与所有道路使用者穿行 他呼吁所有道路使用者规定好行程及使用交替道路 避免在有关道路被关闭之后引发的阻塞 道路使用者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及交警的指示 以让佛罗交仪国际脚车赛顺利完成 他也呼吁观看赛事的民众 务必遵守警方的指示 以保障观众、脚车手、支援队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灯员在接获投报之后的15分钟内控制火事 但房屋尽毁 索性没人伤亡 根据消灯局的资料 火患是在昨天晚上11点57分 在雪州市根庄巴利巴卡巴利九项住宅区发生 雪州消灯局行动组主任Mukri发文告指出 该局接获投报之后 立即从市根庄和大港消灯局 派员十六人到场灌旧 他说火患造成一间一千八百平方尺的C级房屋 百分之九十五烧毁 消灯员在今天凌晨十二点十六分成功控制火事 槟城巴东都干度国小建筑物顶楼客室不知何故起火 造成其中一间客室完全烧毁 索性没有伤亡事件 教育部部长法利纳西迪向该校的家长保证 无论情况如何 学生都会继续学习 兵州消灯局发文告指出 消灯局在昨天傍晚六点零二分左右接获投报 在巴东普地区的巴东都干度国小移动三层建筑物的顶楼客室发生火灾 该局马上派出北赖分局消灯队前往灭火同时 也调派本南敌分局 甲抛巴底分局 霹雳鹿分局及巴央巴鲁分局前往现场支援 同时 靠近的义务消防队在接获投报之后也即刻前往现场支援 在众人的努力之下 大火终于在傍晚六点三十一分受控 此火灾总共殃及三间客室 其中中间客室百分之百烧毁 而左右两边客室则百分之四十烧毁 庆幸的是 事发时间在傍晚 所有学生已经下课 因此没有造成任何伤亡事件 教育部也确保 包括学校电线等方面的安全处理 以让学校整体处于安全情况 托个罗里斯基 刹车不急 酿成布城二死六伤惨货 警方证实已经接获总检察署的指示 将在下个星期一 以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 提控罩获斯基 布城警区主任 阿斯玛蒂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 赵获斯基从今天起被二度延扣两天之后 将在星期一被押解至法庭提控 警方在向总检察署提交调查报告之后 或者是在下个星期一援引一九八七年 陆路交通法令第四十一条一款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条文 提控嫌犯 有关夺命车祸在本月二十号早上十点十分左右 发生在布城薄西兰乌达拉往蒲种方向 5.8公里的路段 事发前 一队警察摩托车队在该路段 进行环扶罗交椅脚车长途赛的护送培训 并由一名交警负责截停路上车辆 不料 多数轿车陆续停下之后 却有一辆托格罗里失控冲撞前方交通工具 酿成车祸 这几车祸共涉及一辆运载沙石的托格罗里 六辆轿车 四辆摩托车 一辆交警摩托车 以及一辆罗里 照货罗里冲撞多辆交通工具和包括交警的摩托车之后 冲过分界滴 并在反方向车道撞上一辆罗里之后轻负 造成两名摩托骑士当场丧命 另外 有六人受轻重伤 云顶路清晨发生一起夺命车祸 一辆轿车在经过云顶山脚路断时 疑似突然失控 导致人仰车翻 酿成一人死 一人重伤 三人轻伤的悲剧 夺命车祸在今天凌晨约四点四十分 在云顶山脚的云顶路发生 雪州消整局行动组主任穆克里斯今早发文告知出 该局接获投报之后 立即从士拉秧消整局派出八名人员到场救援 他说 一辆宝藤赛家FLX轿车已突然失控并翻覆 导致车内年龄均约二十岁的五名印尼男子 分别三人轻伤 一人左脚重伤 一人当场身亡 早前 一名中国籍女子在小红书贴文 叙述她在九月初到亚币度蜜月时 在入处的民宿房间里发现对着床的插座 竟然暗藏摄像头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严正看待有关游客 最近在沙巴的民宿房间发现暗藏摄像头的指控 并提醒业者 如果做出违法行为将被吊销注册和撤销其评级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德旭张庆幸发文告表示 他已经要求沙巴州政府 沙巴旅游局和相关机构认真对待此事 并采取适当行动 他说 必须对任何犯罪的一方采取严厉和适当的惩罚 因为这样卑鄙的行为不仅在法律上是错误的 还影响国家旅游业的形象 他也提醒所有在爱比营 Airbnb下注册的民宿业者 要提高意识和关注各自员工的纪律和检查其背景 他说 无可否认 发生此类事件可能是由不负责任的民宿或爱比营工作人员的 个人行为所造成 日前 社交媒体流传一段视频 一名男子因为迟到一分钟 不料巴士司机却不等待该名乘客而开走 而开走引起热议 随后 涉事的巴士公司首席执行员通过脸书发文道歉 并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视频显示 男子当时试图追赶及拍打巴士 不过巴士司机却没有理会 且不让他上车 视频引起许多网民不满 马拉奈纳巴士公司首席执行员透露 公司已在本月20号联系有关乘客 向乘客表达歉意 同时提到 公司在接获有关投诉后 已经展开内部调查 并向涉及的司机采取了后续行动 根据网民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 事件发生在刮拉登加楼市政厅的巴士总站 当时该辆巴士正在前往马六甲 目击者说 该辆巴士启程时间是晚上9点 在9点01分后 巴士司机便把车门关上及离开 当时曾经和司机说该名男子还没上车 不过司机并不理会 许多网民在贴文下留言 对司机的态度表达不满 狠批司机没有同情心 来关注国际消息 台湾屏东一所工厂发生火警爆炸意外 酿成四名校正人员殉职 六人受困超过百人受伤 大火从昨天起延烧十二个小时都还没熄灭 现场依旧冒出阵阵火光 消息人员持续灌水扑灭火势 截至二十二号晚上九点已经有八十二人受医 据台湾媒体报道 起火地点为一间国际公司的高尔夫球制造厂 昨天傍晚五点左右 不知何故发生火警 鉴于内部堆放易燃品 火势持续延烧 当地消防局表示 内部已有丸、天然气、消灯人员灌水后 便发生爆炸 建筑物倒塌 导致部分人员被押住 搜救行动至今天凌晨六点依旧在进行中 内政部长林又昌凌晨南下到现场指挥 该县府表示 火灾发生后 有一名消灾人员在进入火场观察火点后 便发生爆炸 该名消灾人员被爆炸威力震飞 送院后不治 另外三名消灾人员则是倒卧在一楼 遗体有待比对 鉴于工厂内堆放大量塑胶粒和香蕉等易燃物 大火持续延烧 直到凌晨五点左右 依旧浓烟滚滚 厂内的温度突破设施一千多度 救灾人员只能持续灌水降温 昨天星期五9月22号 是苹果手机iPhone15的发行首日 法国苹果专卖店职员就在这个时候 因为不满薪酬和工作条件而展开全国罢工 路透社报道 约三十名员工在苹果公司 位于巴黎市中心歌剧院的专卖店外 举行抗议活动 离贸宇等候进店的约四十名客人 近几米的距离 在苹果公司工作十年的杜雷尔表示 他们也是创造苹果财富的人 因此他认为他们应该得到比今天更体面的待遇 多个苹果公司工会也计划在星期六二十三号举行罢工 他们要求加薪百分之七 以应对通货膨胀 并要求结束长达数月的聘请冻结措施 工会人员表示 管理层不愿接受超过百分之四点五的加薪幅度 工会CGT领导人塔里克表示 通货膨胀仍然很严重 很多员工都遇到困难 有的员工也表示 西班牙 英国 美国的苹果旗舰店 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并认为那是全球性的事情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陈辉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